大家好,我是青木 有太多的朋友问我品种的问题了 因为很多人养这个多肉嘛 养到没信心了 特别是养什么什么死 尤其是在我们南方的朋友 在北方或者说靠西边的这些地区养多肉还行 像我们这里尤其是度下确实太困难了 我就罗列了一下这种比较好养的品种 罗列个30种到50种吧 这些品种都是我养过 都是度过夏的 有时候甚至度过了好几个夏季 因为挨个挨个的解释特别累 我把它这样录制成视频 放出来就比较清晰些了 也不然我挨个挨个去解释 一问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一回答嘛又大篇文字的特别累 我这里是广西桂林市 其实我这里的夏季嘛 温度很糟糕 比很多地区都要糟糕 我只是比较懒 没有把这个天气温度打在这个视频里边 我这里的气候和广州是差不多的 比深圳啊南宁啊这些地方夏季的时候会低个一度到两度的样子 以后我发视频嘛 尽量把我这里的天气也发上去 如果说不是太忙 刚好有时间点的话 我就把它编辑放上去 第一款 唐印 唐印这个品种是非常好养的 而且这个品种呢到了温度很低的时候会出的非常红 像我们这里过年的时候这个品种会变得全红 非常的好看 这个品种夏季它也是正常生长的 而且夏季的时候长得还挺快 像我这两颗前面这个是唐印 下面天鹅盆里面这个是唐印颈 这两颗都是纯入氧状态的 夏季我甚至是没有遮阳也没有遮雨 该淋雨就淋 该曝晒就曝晒 根本就没有怎么管 这个品种非常的快 如果说我们的盆比较大 没有限制它生长 也没打头 没砍头 一年可以长到50厘米 完全没有问题 右边这颗唐印颈是我上半年那会才买的 现在就长那么大了 我之前的那些唐印都被我砍头了 有些长得太高了 有些长得太高就比较难看嘛 就把它砍剪 第二款推荐的是纸乐 纸乐这个品种是大捕获中的大捕获了 它非常的常见 而且也非常的好养 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喜爱喜欢的 因为它出状态颜值太高了 其他的那些多肉吧 和纸乐摆在一起 还没纸乐那么好看 因为纸乐它的叶子比较大 也比较厚 长得比较大气 所以看上去很抢眼 前面我拍过一个视频 专门说纸乐 这颗纸乐我用的是田圆土 一样种的挺不错 也没有死 这颗纸乐有两年多时间了 而且这一些多肉呢 基本上是不太调土的 几乎任何土都能养活 养得比较好 只是说看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想要控的好一些 就放颗粒土多一些 就是想的一般嘛 如果说你环境很好 太阳也足够的话 你用田圆土也可以养得很好 第三款推荐的是东美人 东美人这个品种非常非常的老 比纸乐这些都要老 是最开始纳火玩多肉的时候入手的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我们当时啊 最开始在环了市场卖的就是这些比较常见 还有一个是玉露类的 那些刚开始进我们国内市场了 以前纳火嘛叫的名字不一样 像我们这边我看人家就是种在那种楼顶上啊 像一个瀑布式的掉下来 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那些老人家你问他吧 他也不知道叫什么 有些人就叫厚脸皮呗 有些人他可能就随便起一个本地叫的一个名字 实际我们在多欧街就是叫他东美人 这个品种非常非常的好痒 而且有比较耐冻也比较耐热 我这里是纯路痒 还有好几盆是没有遮阳也没有遮雨的 夏季放在外面随便让它晒 也没什么大问题 第四个品种推荐的是玩叶气球粒 这个品种也非常好痒 夏季露养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品种特别容易爆头 很容易长成这样的大捧花式的状态 只是说这个品种 它的叶形会比较小一些 没有那么大气 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 它出状态是粉色的 和东美人的颜色有点相似 比东美人要淡一些 东美人嘛又是那粉紫色的 比紫热又要淡很多 紫热那个品种就完全是那种紫色 甚至偏红色的了 哦对了 玩叶气球粒这个品种长成一大盆的时候比较好看嘛 有些人可能就不想买那么多 如果说我们想自己繁殖的话 你买一颗回来 把它全部给剪断 剪那些枝插在土里面 那个叶子你也可以全部给它掰掉 这些叶子的发芽率是很高的 可以叶叉的 你一个大盆嘛 每个点每个点每个地方放一点 过一段时间它爆出来以后啊 一年就可以长满了 第五个推荐的品种叫做赤轨城 赤轨城和火季长得很像 这个品种除状态以后非常的红 像我眼前这一盆 现在的状态还不算最红的时候 最红的时候那叶芯也是红色的 非常的好看 赤轨城夏季的时候非常的绿 但是到了冬季吧 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稍微能晒几天太阳 它的状态马上就出来了 非常的快 它的叶片比火季的叶片要厚 之所以不推荐火季呢 那是因为火季它的那个杆呢 很容易断 像我们这边长到一段时间 火季的那个杆慢慢的就老了 慢慢的就变黑 要么就烂掉 你得把上面砍头 砍头它不死 然后你牵它下来又长出一大颗 然后不断的这么循环 像火季就很难长成老庄 像这一类赤轨城就容易长成老庄 那个杆也会长得比较长 第六款推荐的是粉红布丁 这个品种也叫做果冻明月 它出状态非常的红 夏季的时候也是很红的 之前还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那会我还拍过 这个品种非常的红 而且我丢在这个角落 在夏季几乎也是纯路氧的 上面的遮雨布和遮阳网挡不了多少 因为这里是放在旁边嘛 这里是遮不了什么的 太阳到了11点钟的样子 这里就完全能曝晒到 粉红布丁也比较容易长感 我们用那些高盆种上会好看一些 第七款推荐的是碧桃 碧桃这个品种也是比较老的品种了 大家几乎也都知道 这个品种是非常好养的 在南方地区也很好养 而且路养问题也不是太大 如果我们担心呢 你可以适当遮一些雨 遮阳这个倒还无所谓 这个影响倒不是特别大 主要是你不让它长久的这么淋雨 尤其是没雨季的时候 挡一下就行了 我这边的这些多肉还是比较丑的 因为本身也是季节没到嘛 我们这里出状态也比较晚一些 像这棵碧桃又丑的和什么一样 自己也不太愿意看 但它今年爆了很多载 比较有潜力 碧桃有两个品种 有一种是大叶的 有一种是小叶的 大叶的叫做奇兵碧桃 小叶的叫做鸡蛋碧桃 不管是大叶还是小叶都非常好养 大叶的我觉得更好养一些 第八款推荐的是菲欧娜 菲欧娜属于莲花座类的了 长得也比较矮 这个品种不是那么容易爆头 很多时候就是单头的形式 我有很多颗菲欧娜都是这样单头的 在一个盆里面 有的养了一年两年 它还是这个样子 就是不爆头 菲欧娜几乎全年都是有状态的 甚至夏季也是有状态 夏季我们尽量丢在靠阳光的地方 如果我们是种在阳台的地方 阳台你尽量放在外侧 让它爆色也没关系的 这个品种没那么容易死 特别皮实 像这种莲花座类的品种 如果我们想让它爆头 可以把叶片下面那两三层 给它全部撸掉 撸掉了 它那个杆不就露出来了吗 露出来接触阳光了 那个杆都是有雅点的 那个地方就容易爆头出来 第九款要推荐的就是眼前这一颗 叫做基隆月 基隆月这个品种也是很容易养的 到了夏季 你给它晒太阳多一些 它也是有状态的 只是说颜色没有那么艳丽 其实到了夏季末的时候 它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虽然说天气热 那会儿你给它爆晒 它一样出状态 它和菲欧娜 还有前面说的粉红布丁 这些包括纸热这些 几乎是全年都有状态的 只是说稍微淡一些而已 影响倒不是太大 这些品种 如果说我们夏季的时候 也追求它有一定颜色 一定状态的话 这些是很适合羊的 第十款推荐的这个品种 叫做马库斯 现在它的状态也还行 倒不是最好的时候 我们这里确实是到了过年 我总会说过年 因为过年那段时间 这里的多欧状态 确实是会有一个 饭店附带的大变化 那时候的非常红 而且各种果冻是眼花缭乱的 马库斯比基隆月生命力还要强 比基隆月还要好繁殖 它那个叶片也是 一个叶片就能繁殖出很多很多 几乎你养一颗吧 养着养着家里面 很多就是这个品种了 这一个视频先拍到这里吧 因为太长了 很多个品种 我得分好几段视频录 才能录得完